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的新闻真是精彩分成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重要事件吧 首先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审判进入尾声 但在最后关头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一位证人的不敬态度让法官勃然大怒 甚至将陪审团赶出法庭 场面一度紧张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德州的一个重大司法决定 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拜登政府的新枪支背景检查规则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枪支权力团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最后 我们来到大提顿国家公园 一位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游客 在山上遭遇了两只灰熊的袭击 受了重伤 公园管理部门立即关闭了相关区域 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纽约 检察官在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审判中 完成了他们的陈述 然而 这一天的焦点 却被法官对一位证人的愤怒斥责所掩盖 法官胡安 梅尔昌对律师罗伯特 科斯特洛表现出的不尽态度 感到极度不满 甚至命令清理法庭 科斯特洛被传唤作证 以反驳麦克尔·科恩的部分证词 科恩是特朗普案件中最关键的控方证人 他声称自己在2016年按照特朗普的指示 安排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 以阻止成人电影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 公开他们的绯闻 科恩还表示 他在2017年通过一系列阅读支付 获得了封口费的报销 但这些支付被错误地归类为法律顾问费 而不是竞选费用 特朗普的律师试图通过科斯特洛的证词来证明 科恩在审判中作伪证 但法官对科斯特洛的态度极为不满 甚至在法庭上公开斥责他 美联社报道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联邦法官 阻止了拜登政府 在德州实施一项新的枪支销售背景调查规定 该规定要求枪支经销商 在枪斩或其他非实体电地点销售枪支时 必须进行背景调查 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马修·卡克斯马里克 在该规定生效前做出了这一裁决 他认为该规定强加了不合理的假设 迫使枪支卖家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不是由政府证明其有罪 拜登政府提出这一规定 是为了弥补现有法律的漏洞 防止未经许可的卖家 在没有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出售枪支 然而 卡克斯马里克认为 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并指出拜登无权实施这一规定 这一裁决被认为是对拜登政府政策的一次有力反击 《华盛顿邮报》报道 州政府支持的暴力正在战胜左翼抗议活动 2021年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赦免了一名 因在奥斯汀枪杀一名抗议者而被判谋杀的男子丹尼尔·佩里 佩里声称他是在自卫的情况下开枪 因为抗议者加勒特 福斯特举枪对准了他 尽管陪审团认定佩里的行为不合法并将其判处监禁 但阿伯特认为该州的立场法不应被陪审团或进步派地区检察官否定 自2020年抗议活动以来 其他州也试图通过法律增加抗议活动的成本 例如佛罗里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通过了法律 减轻了司机在撞击阻塞道路的抗议者时的责任 最近纽约警察局在布鲁克林再次暴力 驱散了清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对此表示赞赏 称这些抗议活动涉及外部煽动者 此类国家批准的暴力行为 显示出国家权力在面对抗议活动时的强硬态度 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 禁止在太空中部署武器的决议案 美国称俄罗斯上周发射了一颗可能用于武器化太空的卫星 这一趋势引发了全球关注 尽管安理会成员一致认为应禁止太空武器 但在投票时 15个成员国中有7个支持美国 7个支持俄罗斯 瑞士则弃权 由于未能获得至少9票 这项决议未能通过 加拿大前裁军大使保罗麦耶指出 主要太空强国之间的争执阻碍了建设性对话 而太空武器化可能对全球依赖的系统造成巨大风险 美国已掌握俄罗斯反卫星武器的高度机密情报 这些情报已分享给政府高层 美联社报道 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发生了一起灰熊袭击事件 一名35岁的马萨诸塞州男子 在信号山被两只灰熊袭击并严重受伤 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他送到附近医院 他预计会康复 公园官员关闭了袭击地点的步道和通往山顶的道路 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 这类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公园官员建议游客与熊保持距离 携带熊喷雾 并避免留下吸引熊的食物 美联社报道 北卡罗莱纳州联邦上诉法院裁定 一名无人机摄影师因为持有州执照 而被禁止提供航拍测绘服务 并未侵犯其宪法权利 迈克尔·琼斯和他的360虚拟无人机服务公司 因为持有测绘执照 而被北卡罗莱纳州工程师和测量师考核委员会调查 琼斯在网站上声明其地图不替代正式测绘 但仍被要求停止业务 联邦法官认为 测绘执照制度主要监管行为 而非言论 保护公众利益 琼斯的律师表示将进一步上诉 认为拍摄照片和提供信息 是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 美联社报道 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维 再次宣布将6月节作为周假日 这一天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结束 然而 立法将其永久设立为周假日的努力 迄今未能成功 艾维办公室表示 6月19日将作为州政府工作人员的假日 与联邦假日同步 6月节自2021年起成为联邦假日 这将是艾维第四次将其指定为周假日 6月节纪念的是 1865年6月19日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奴隶 从联邦士兵那里得知 他们获得自由的消息 这一消息传来时 距离南北战争结束已有两个月 离解放奴隶宣言发布也已过去约两年半 要使6月节成为永久州假日 阿拉巴马州议会需要采取行动 尽管有努力试图废除或重命名 该州的三个与南方邦联有关的假日 但这些努力至今未能成功 今年提出的一项法案 原本计划将6月节作为永久假日 让周雇元选择在这一天 或劫斐逊 戴维斯的生日休假 该法案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 但未能在州参议院获得表决 阿拉巴马州目前有三个 与南方邦联有关的周假日 分别是4月的邦联纪念日 6月的邦联总统杰斐逊 戴维斯的生日 以及1月与马丁 路德 今日共同庆祝的罗伯特 一礼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反对党领袖彼得 达顿在预算回复中 对阿尔巴尼斯政府的方向 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 制造业破产 批量计费率 健康支出和通货膨胀 是达顿用来攻击工党记录 并宣传其在认识政绩的一些问题 但他的说法有多接近事实呢 RMIT ABC事实检查进行了调查 达顿猛烈抨击政府的能源政策 试图将其与自工党上台以来 制造业破产增加联系起来 他声称 如果能源不够负担得起 或不够可靠 更多制造商将关门或搬迁海外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两年关闭的制造商 数量增加了三倍 事实检查发现 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数据显示 2023-24财年前 6个月的制造业破产数量 确实比2021-22财年同期增加了三倍 从85起增至243起 但达顿和莱女士 为提及疫情及其自身政党政策的影响 专家表示 最近破产增加 主要是由于疫情相关措施结束 这些措施曾帮助企业维持运营 包括dropkeeper支付和临时破产保护 澳大利亚税务局也展开了大规模行动 以收取未缴税款 同时利率也从疫情期间的低点上升 增加了企业借贷成本 专家指出 莱女士引用的破产数据不应孤立看待 建议使用其他指标来衡量该行业的健康状况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新的新冠病毒变种 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出现 科学家和医生已经开始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随着专家们对气候变化 如何影响传染病的变异和传播 有了更多了解 下一次大流行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表示 在最近的新冠疫情结束后 全世界实际上都在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 张文宏在2020年被任命为 上海新冠临床专家组组长 成为抗击病毒的核心人物 他发表了数百篇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领域的论文 现在他正在开展一项新计划 研究气候变化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尽管世界更关注气候变化的可见影响 如极端天气事件 但张文宏表示 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关注气候变暖 对病原体变异和传播的间接影响 随着地球气候变化 包括热带地区的扩展 病原体的进化和变异方式也在改变 2020年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杂志 大气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亚热带地区的海洋表面变暖 正在扩大热带地区的宽度 张文宏说 随着地球变暖 细菌和病毒的储存库正在扩大 这将使更多动物暴露于细菌 病毒和真菌感染中 因为病原体极其载体 如皮虫和蚊子 获得了更多适宜生存的土地 美国的脑炎和莱姆病发病率正在上升 而在中国 蚊子传播的登革热也开始在以前 不适合其生存的地区出现 张文宏表示 登革热从南方扩展到长江流域 现在我们也可以在长江流域检测到登革热 他还指出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瘧疾病例仍然很高 这与气候变化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将影响瘧疾等 媒介传播疾病的传播 因为全球温度和降水模式发生变化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14岁的泰勒 莫顿生活在昆士兰西部的一个牧场上 他的课后活动就是在自家的统赛场地上 骑着马风暴练习统赛 统赛是一种马术比赛 骑手和马匹需要绕过三个桶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比赛 泰勒的父母都是经验丰富的骑手 但泰勒的统赛技巧 完全是通过观看YouTube视频自学的 他经常在远程教育课程期间 偷偷学习这些视频 然后到后院练习 泰勒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下个月他将前往美国 参加世界初中牛仔竞技比赛决赛 他是25名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之一 将与超过1000名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由于将马匹运送到美国的费用太高 泰勒将不得不使用一匹 他从未骑过的马参赛 这让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华盛顿邮报报道 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场候选人论坛上 两名共和党初选的热门候选人 德里克 安德森和卡梅隆 汉密尔顿几乎难以区分 两人都曾在精英军事单位和联邦政府中服役 都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并强调自己是共和党翻转这个关键席位的最佳人选 尽管他们在纸面上的资历非常相似 但安德森和汉密尔顿在政策上的细微差别 反映了共和党初选中的更广泛分裂 安德森强调自己是爱国问题解决者 得到了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和其他顶级共和党人的支持 而汉密尔顿则自称是宪法保守派 得到了参议员兰德 保罗和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大力支持 两人的竞选策略也有所不同 安德森试图吸引党内的不同派别 而汉密尔顿则更加激进地挑战政治主流 雅虎美国报道 UFC超级明星康纳 麦格雷哥对现任雨量级冠军伊利亚 托普里亚毫无好感 作为前雨量级冠军 麦格雷哥对托普里亚的表现并不满意 并质疑他作为现任冠军的资历 在UFC298中 托普里亚通过祭拜亚历山大 沃尔卡诺斯基成为冠军 但麦格雷哥认为托普里亚的冠军头衔毫无意义 他在一次直播中被问及对托普里亚的看法时 毫不客气地表示对他毫无兴趣 托普里亚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麦格雷哥 并表达了与其对战的愿望 但麦格雷哥对此并不感兴趣 甚至嘲讽托普里亚乡智障的埃尔特姆·洛伯夫 麦格雷哥还预测 如果托普里亚与前冠军马克思·霍洛威对战 霍洛威将轻松取胜 Yahoo US报道 联邦铁路管理局Fry周一公布了 针对列车调度员和信号维修人员的新联邦认证规则 旨在设定最低标准 以应对铁路公司在投资者压力下不断削减成本的趋势 同时确保这些员工具备操作现代列车高科技系统所需的技能 这些新规则是Fry自去年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灾难性脱轨事故以来 为改善铁路安全所采取的最新措施 Fry局长阿米特·博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这些工种的员工负责铁路依赖的一些先进技术 如帮助发现机械问题的轨旁探测器 因此为他们设定认证标准是有意义的 博斯强调 即使技术可以帮助铁路公司提高安全性 Fry仍希望确保技术是对现有措施的补充 而不是替代 他还指出 尽管铁路公司在安全方面有所改进 但通常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以控制成本并提高利润 南华早报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特朗普的封口费审判中作证称 他从特朗普公司偷钱是为了自助 科恩在最后一天的证词中承认 他把本应支付给一家为特朗普公司工作的科技公司的大部分钱 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科恩的这一承认可能会削弱他在陪审团面前的可信度 检方在科恩作证后结束了案件陈述 特朗普的律师开始传唤自己的证人 特朗普的律师表示 他们计划传唤的证人不多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本人是否会作证 科恩还透露 他在2016年支付了13万美元给成人隐心斯托米·丹尼尔斯 以换取他在大选前不公开与特朗普的性接触故事 特朗普否认了这一指控 并称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 目的是阻碍他竞选连任 Yahoo US报道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马丁·格伦伯格周一表示 他准备在继任者确认后辞职 这一决定可能会对美国银行监管的严厉改革产生影响 格伦伯格因一份234页的独立审查报告揭示了FDIC内部的性骚扰 欺凌等不当行为而受到压力 此前 格伦伯格曾表示希望继续领导该机构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随着国会山的支持减少 他决定辞职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谢罗德 布朗呼吁总统拜登提名新主席 以恢复FDIC的工作文化 拜登的复新闻秘书萨姆·米歇尔表示 总统将很快提名一位新主席 确保该机构的价值观和员工权益得到保护 格伦伯格的离职正职 FDIC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兼离署 推动银行监管改革之际 该改革旨在应对去年春季的地区银行危机 银行业者和一些共和党议员反对这一提议 认为他会限制贷款并伤害经济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